在部队中 巡航导弹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武器装备 可以从地面 空中 水面或者水下发射 攻击固定目标或者活动目标 既可以作为战术武器 也可以作为战略武器 那么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几款巡航导弹 本资排列与强度无关 重点是速度和射程 还请各位观众理解 新来的观众不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 订阅加关注永远不迷路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Top8 AGM-129巡航导弹 该导弹是由通用动力公司设计和建造的 是一种低可探测性亚音速巡航导弹 参数上 该导弹的长度为6.35米 直径705毫米 翼展3.1米 全重1.68吨 动力系统选用了威廉姆斯F112 WR100型涡轮风扇发动机 最大速度0.65马赫 最大射程3200公里 这个导弹的主要特点呢 一是采用了独特的隐身气动外形设计和巧妙的结构布局 使导弹具有较好的引雷达 引红外和引升学的性能 二是呢 弹体和翼面均采用吸收电磁波的复合材料和吸波涂料 大幅减少了导弹对于雷达电磁波的反射 不容易被敌方的雷达探测到 第三呢 是采用了耗油率较低的涡轮风扇发动机 并且使用气冷式高压涡轮叶片 可以提高推力增大射程 明显降低红外信号特征 四呢 是在惯性导航加地形匹配复合制导系统中使用激光雷达 提高了其侧高仪的精度和地形分辨率 使导弹在超低空以高压因素进行地形跟踪和机动飞行 导弹的命中精度约16米 尽管该导弹的性能很是优秀 但是它的速度比较低 所以咱们只能把它排在这个位置 还请各位观众朋友理解 Top7 美国战斧巡航导弹 它是美国一型通用多用途巡航导弹 该导弹的特点包括射程远 飞行高度较低 拥有一定的隐身能力 突防能力和生存能力较强 且损伤效果好 通用性强 可以由各种平台发射 此外 它还具有体积小 重量轻 机动灵活 便于运输和发射的特点 参数上该导弹的弹体长度 有助推气时达到6.25米 弹体直径0.52米 弹翼翼展2.67米 整体结构重量1160公斤 动力系统为一具 F107WR402型涡轮风扇发动机 最大巡航速度0.72马赫 最大射程2500公里 采用地形匹配制导辅助 惯性导航系统 命中精度30米 还能配备核弹头 在航行中 采用惯性制导加地形匹配 或者卫星全球定位修正制导 可以自动调整高度和速度进行攻击 导弹表层有吸收雷达拨的涂层 且有较小的雷达横截面 雷达很难探测到飞行的导弹 因此具有隐身飞行的能力 是美国军械库中最具有威力的 防空区外发射导弹之一 Top6斯卡普异器巡航导弹 该导弹是法国和英国 共同研制的武器 它可以针对固定的军事目标 比如战斗机机库 地面雷达 防空指挥中心 桥梁等进行打击 也可以用于实施最后的警告性打击 导弹全长5.1米 翼展3米 总重1.3吨 动力系统为一具TRI-6030窝喷发动机 巡航速度超过0.8马赫 射程接近400公里 导弹依靠的是惯性制导 加全球定位系统和无线电侧高仪导航 导弹内的计算机将预先储存的飞行资料 与飞行中记录的弹道数据进行比较 随时调整飞行参数 以提高导弹的命中率 Top5 AGM-86巡航导弹 这款导弹是20世纪70年代 美国波音公司研制的空射巡航导弹 也是美国空军装备使用的第三代战略空地巡航导弹 AGM-86A弹长4.3米 弹重860公斤 弹径0.428米 翼展3.65米 动力系统是一具F107WR-100涡扇发动机 巡航速度0.77马赫 虽然比斯卡普EG巡航导弹略慢了一点点 但是呢 该导弹的有效射程是可以达到1300公里的 远超过了斯卡普EG巡航导弹 此外 AGM-86巡航导弹的制导器统 采用等高线地形匹配辅助惯性导航系统 由麦道公司研制的 ANDSW-15等高线地形匹配系统 和利登公司生产的LN-35灌导设备组成 命中精度小于185米 战斗部还可以采用W-801型小型核弹头 但重122.5公斤 核当量20万吨 综合威力还是相当强悍的 Top4风暴阴影巡航导弹 它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空射战区外巡航导弹 是世界上第一种真正的隐身巡航导弹 参数上的导弹长度为5.1米 直径0.48米 动力系统唯一需TRI-6030微型窝喷发动机 最大速度是0.816马赫 作战范围500公里 该导弹系统内大量采用了人工晋能技术 可以自动识别目标 此外该导弹运用景象匹配方式 来取代数字地图的地形匹配方式 使导弹的攻击精度进一步提高 它可以带着打击目标的照片 凭借着卫星系统的支持 沿着预定轨道飞行 接近目标时呢 它会把真正的打击目标同期照片进行比较 如果图像不一致 它就会终止打击 从而可以避免打错目标 因此它也被称为世界上最聪明的巡航导弹 TOP3 俄罗斯KH-555巡航导弹 该导弹是俄罗斯彩虹设计局 在KH-101导弹项目已经开发出的部分新技术 对原KH-55导弹进行改进后的导弹 在研制上该导弹采用了许多新的技术 性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该导弹的弹长7.45米 弹径514毫米 动力系统为一具KH-55 KH-55SM发动机 最大发射重量2.2吨 飞行速度0.98马赫 可以在50到1万米的高度飞行 射程是3000到3500公里 弹头可以携带子母弹 该导弹采用了地形匹配导航系统 能够接收来自GORNES卫星导航系统的定位数据 而且在攻击目标的末端采用了景象匹配技术 此外导弹上还与发射平台有着数据链链接 这些措施都大大改善了武器远程打击的精确度 使KH-555的打击精度达到惊人的45米 而俄罗斯几次实验的结果 甚至一般都在20米以内 Top2 俄罗斯X-101巡航导弹 它是俄罗斯新型的空机战略巡航导弹 该导弹采用可以降低雷达反射的现代技术制造 能够将雷达反射截面积减小到0.01平方米 再加上其采用贴地飞行模式 并且改变以往巡航导弹的使用固定航线的弱点 可以自主地改变飞行轨迹 性能可谓是十分一优秀 参数上该导弹重量达到2.4吨 长7.45米 一展3米 战斗部重400公斤 最大速度可以达1.63马赫 射程5500公里以上 导弹采用的是图像匹配系统 进行精确末端攻击 命中精度为5到6米 它也可以从空中发射 此外该导弹还配备核弹头 高爆弹头 钻地爆破弹头 或者是极数值弹头 综合实力还是非常优秀的 Top1 布拉莫斯巡航导弹 该导弹是由印度国防研究开发局 和俄罗斯的切洛梅设计局 合作成立的布拉莫斯航太公司 所研发的 具有超音速多弹道的性能特点 此外它的突防能力 抗干扰能力和抗反导拦截能力 都比较优秀 参数上该导弹的弹长为8.1米 加上导弹发射储存器长9米 弹径0.67米 动力系统采用固体火线助推器 加冲压喷气发动机 最大飞行速度达到2.8马赫 末端弹道高度10到15米 发射重量3000公斤 该导弹采用了 缩标式气动布局外形设计 弹身表层涂有印度 自行研制生产的雷达吸波涂料 可以增强导弹的隐身性能 最大程度地躲避雷达的搜索探测 降低被敌方雷达发现的概率 导弹采用了主动雷达 加GPS和卫星导航制导方式 导弹在飞行末端下降到10米左右 贴近海平面 并且做蛇形机动弹道飞行 以躲避敌方拦截 那么大家感觉这几款导弹怎么样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